今天我做米漢堡 用豆包来做米漢堡 豆包本身没有味道 要加些调味料 这里有些盐 有些胡椒粉 姜蓉 沙姜粉 其实大家喜欢用任何调味料都可以 如果家里有蚝油 就用蚝油 把调味料塗在豆包上 因为豆包本身有些水分 这样这些调味料我就不加水 稍后调味料塗在豆包上的水分 它们就会溶解 可以打开它 里面那层都是塗调味料 塗均匀这样就可以了 塗好调味料之后 就腌它稍后 有些烧熟的薯仔 我要趁热压它先 那些薯蓉稍后会拌好饭 就用来做米漢堡 然后就可以将薯蓉和饭混合 薯蓉和饭的比例 我这里薯蓉也不是太多 可能是五分一左右 手将它们慢慢混合 不需要太大力 轻轻力就可以了 如果是遇到一些情况 是觉得薯蓉是一块黏起来 那就用手将薯蓉撕散就可以了 继续拆匀它 米和薯蓉混合好之后 就可以正式做米漢堡了 可以用这个煎蛋帽 将饭放过来之后 就压住它 饭用新鲜饭或者冷饭都可以 新鲜饭的黏性就大些 薯蓉可以不加也可以 看看你自己用开的米的黏性是大不大 这样压住它就可以了 如果是黏性很大的米 就可以完全不加薯蓉了 确实了 拿起它 帽子的边上是塗了些油的 这样一个汉堡完成了 如果家里没有煎蛋帽的朋友 就要用手插了 可以在手上塗薄薄的一层油 就不会粘到饭 如果用隔夜饭也可以 隔夜饭黏性没有那么大 但是呢 薯仔就可能要多加一点 这样慢慢用手收完米汉堡 现在可以煎一些豆包 反转再煎一下 两边合共煎了五分钟 我就盛起它了 开始煎一下米汉堡 这两个是用煎蛋帽做的 用中小火慢慢地煎到两边都金黄色 可以拔起它了 这片是用手插的 可以塗一点点豉油 反转再煎一下 反转再煎一下 这边都可以塗一点点豉油 反转再煎 一会儿就可以拔起它了 可以拔起它了 完成了 可以将所有材料组合在一起了 这一片就是用手插的米汉堡 可以加入蕃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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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加入豆包 或者你想到其他馅料 用其他馅料都可以 加些生菜丝 最后加入蕃茄 这样就完成了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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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